今天设计家团队来到了桃园 据说这个屋主 他的穿着有着不凡的品味 这让我更好奇了 哪一个设计师能够接下这个案子 帮他打造一个 有品味 有质感 又舒适的生活美宅 高利林设计师 对于细腻 美感追求 擅长将现代融合传统 藉由洞察使用者的需求习惯 搭索艺术美感的交汇 在专业的设计下 给予使用者最贴近人心的设计 打造出迷人特色的品味宅地 嗨 Royce 又见面了 你好 很高兴看到你 更高兴看到你的作品 到了室内发现 就像我刚开场讲的 它是质感 舒适感 兼具 而且我相信这样的色调 男女都适合 先跟我们聊一下你这位屋主吧 屋主是一位即将退休的男性 家庭成员是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使用这样的空间 他室内大概多大的屏数 然后格局如何做配置 其实这个空间是屋主夫妇 那他的两个儿子 其实是居住在国外 偶尔回来 所以这边是保留了两个儿子房 然后一间主卧房 屋主有提到 他有娱乐室的需求 所以算是三加一 对他们如果是只有夫妻两个常住的话 相当够用的一个空间 这个屋主一开始 怎么跟你们做接洽 他怎么样认识你 怎么样找到你的呢 他其实是看到设计家有一集 我们介绍永和美式风格 屋主与我们分享 他看到节目里面有讲到 屋主对于我是完全的信任 连软件爆枕都是我们做搭配 他是被这句话所吸引 觉得我可以为他打造理想的 一个家 一个家 对 因为你赢得了屋主的信任 所有的软件家具 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个品味跟搭配 但能够让屋主能够非常满意 所以这个案子的屋主也觉得说 你可以帮他做同样的事情 我了解到他是一个很有品味的一位 gentleman 怎么说呢 是因为他的服装穿着 让你特别有印象吗 还是他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有一定的 特殊的装扮 他有我们接触的时候 可以看出他的穿着是有品味的 颜色色系细节都是有做过搭配 在他服装的呈现上面 给你这样的一个印象 他都有搭过 在台湾男生到一定的年纪 如果还对于穿着很讲究的话 相信是对于细节 也非常考究的一个人 是的 他有没有一开始初步的一个想法 跟你在做沟通的时候 其实没有 没有 是 我很压抑 是 屋主其实没有提出太多的想法 跟需求 给了我们很大的发挥空间 你知道 当一个屋主给你很大空间授权的时候 这是设计师最莫寐以求 但也是挑战最高的一个地方了 因为你必须要 发挥你的想象跟创业的同时 能够满足他的喜好 你是怎么要去传摸的呢 根据我们几次讨论图面的时候 我从衣着上观察他 然后一些配件 然后他对颜色的搭配的喜好 去传播他喜欢的风格 所以他可能平常穿的衣服的颜色搭配 可能就是比较灰色或者是有一些线条的呈现 是吗 他常常穿着格子的衬衫 配着休闲裤 虽然看似很休闲 可是可以看得出是有做过搭配 像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话 可能就很适合你很擅长的那种美式简约风 所以你就帮他的空间做了一个底标 喜爱简约美式风格的屋主 非常欣赏超莉莲设计师的空间美感 因此将理想家园的蓝图交由他全全发挥 而四房两厅四十平的住家空间 在本身的物况条件及采光极佳的条件下 在格局上不需要大道阔斧 所以曹丽莲花更多的心思在定调空间风格上 他把对于屋主的细腻观察融入到空间美学中 打造符合屋主品味的质感宅 从玄关进入公平域 曹丽莲以藕灰色 白色及食材来铺成空间 优雅现版由入门处拉出整体的玄关柜及收纳柜体 除了修饰两柱问题也整个空间面向 接着在客厅空间中 又是如何将简约美式风格融入其中呢 客厅这个沙发的配置 三二一很正常 但是它完全不同款式就不是那么的正常了 你当初怎么样做一个发想的 因为整个空间是比较中性色调 我希望能够带一些不同的色彩进来 所以当初在挑选软件的时候 我也是很犹豫 后来决定以线条搭配花纹布 以及束色来做沙发的配置 它是不同款式的沙发 但基本上你用颜色基调去做一个串结 因为是全家的生活空间 所以我尽量以比较中性灰色白色来做搭配 这样男女都可以接受 是 超零零设计师特别在客厅的电视墙面 挑选了一块与公敏玉色彩相似的食材 来延伸沉温氛围 宛如画框的电视墙立面 也渲染出多层次的大气质感 跟我们聊一下你这个电视墙面吧 这大理石墙面的处理 跟一般的处理方式的手法不太一样 感觉像是一个立体的画框感 是的 因为我们整个空间是以灰色系 所以我们搭配了一块灰色的食材 那我们中间以一个画框去做修饰 里面可以打灯 所以可以给予这个空间 比较活泼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框框边边 刚好是一个灯源出光的地方 所以晚上开灯的话 等于是它增加了地理感跟流畅度 简练的美食线板 完整勾勒出公共空间的优雅氛围 藕灰色的沉温 衬托出绅士般的美食气息 接下来联系全家人情感的餐厅空间 设计师又有什么精心巧思呢 Royce SALUTE Cheers Cheers Now I feel like a king 你觉得坐在这椅子上面 就好像自己当国王一样 你看这椅子 哇 好酷喔 这个是你帮他舞主挑的吗 是的 我们在这个空间 特地选了两张不同的椅子 去彰显这个空间的张力 与趣味性 超级有乐趣的 因为通常这椅子都是在 像童话故事里面出现那种 国王做的用意 不过好像应该都会有旁边两个扶手才对啊 因为是在餐厅上使用 所以我们特地把扶手拿掉 然后重新画了图去特别定制 这张主人也没有扶手 我们可以把它不使用的时候 放进餐桌底下 原来这个原因 你必须要先就这个餐桌 它的一个空间 所以如果要收的时候呢 它可以推进去里面 所以扶手就不能够存在 是的 所以这样子的软件也是你刚刚讲到 特别画了图之后 帮它量身客制化 是的 难怪这屋主会喜欢你的风格就是 你会帮它把所有的家式软件都选好 整个以捡运美式的风格作为基调 那在餐厅里头 又有哪些你的巧思安排呢 因为餐厅是一个一家人团聚的地方 所以我在餐厅的旁边设计了一个壁炉 其实冬天是有暖气的功能 那夏天我们可以把壁炉点着 营造一个温暖的气氛 所以夏天当一个观赏的氛围实用 冬天又有真的实用性的功能 不过加了一个壁炉之后 就让整个餐厅的感觉 像是在国外一样 是有一个更温暖家的感觉 对的确有做调和的方式 那还有哪些其他单牌 在餐厅的壁纸上 我们选用了比较传统的美式图腾 所以可以给予这个空间更优雅 更柔和的感觉 你说那个桂冠的图腾 是一个传统美式的一个印记 为了营造出 壁面则运用的花纹壁纸 装点出优雅气质 更符合屋主一家人的品味与质感 餐厅与厨房串联处 以灰镜作为框景 为空间创造延伸感 与视觉层次感 在餐厅跟厨房的过道 我们使用了灰镜 除了有视觉上延伸的效果 也化解了这个凉的压迫感 你说这边本来有一个凉存在 是 所以你用一个灰镜的安排 巧妙地去避掉它本身的一个缺点 而且同时也增加了空间的延伸性 刚好这个灰镜这框框 旁边就是厨房 这边是客厅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面 你也界定了一个空间感 环顾这主卧室的设计 我想绝对不会错过的吸睛亮灵就是 怎么会连主卧都会有个壁炉呢 设计这个壁炉 让主卧室能够增加情绪 整个主卧的感觉 就有点像在国外度假的feel 一位即将退休 具有绅士风范的屋主 因为看到设计家电视播出 曹丽玲设计师的永和美式风格宅 非常欣赏曹丽玲的整合性空间美学涵样 因此没有提供太多的需求与想法 全权让曹丽玲发挥设计专长 擅长洞察使用者习惯及喜好的曹丽玲 将如何以细腻的手法 及对艺术美感的追求 打造丘玲和屋主期待的 简约美式品味宅呢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刚才讲到室内格局3加1是 那个加1就这个地方了 因为屋主跟ROIS讲到 它有一个娱乐空间的需求 所以这里就是ROIS精心打造的 你看这拉门 颜色跟供领域维持同样的基调 而美式的风格 基本上应该出现了线条 线板也在我们的柜体当中 所以美式风格它存在 但你看下这地板铺的是榻榻蜜 这又是日式的风格 所以这个空间有点中西河壁的味道 说到中西河壁 它的壁子挑选就有学问了 你看这壁子 触摸上去有立体的感觉 而且它的图案的挑选 你把它放在美式空间OK 你把它放在日式的禅风里头 也完全没有违和感 而说到娱乐的功能性 ROIS还有一个安排 这个按钮给它按下去之后呢 有一张桌子耶 慢慢的升起 缓缓的升起 这张桌子小朋友来 可以玩桌游 大人也可以进行方程之战 我们这整个空间 基本上就是用一个 梯子给它架起来的空间 所以除了这张桌子之外呢 每个榻榻米下面 都兼备有它收纳的功能性 说到了实用的收纳 如果朋友来这边 晚上要在这边过夜的话 被子一扑 然后把这拉门 再这么个一拉起来 又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了 再进入私领域朗道的 第一个空间 是因应屋主需求 而规划的多功能休息室 面面以花灰图腾 带出优雅柔和之美 架高的低屏 创造出使用的收纳机能 自动升降的娱乐桌 则为屋主与朋友 创造出不合需求的娱乐天地 顺着狼道来到了大儿子房 设计师溢入了不同的异材质 水泥板与镜面交织出 细腻与粗犷的质感 美食壁板更整合了衣柜 及电视柜机能及位置 弹性开壳设计 除了美化空间 更创造空间使用性 小儿子房 则以卡齐色打底提升空间亮度 再搭做细致壁纸与线板的设计 主要是希望营造出空间温性氛围 接着在主卧空间中 设计师又会创造出什么惊喜呢 还顾着主卧室的设计 我想绝对不会错过的吸睛亮灵就是 怎么会连主卧都会有个壁炉呢 其实这个设计在国外常有 真的喔 是 国外常会在浴室 主卧都设计一个壁炉 给予空间温暖 增加它的温暖浪漫的氛围 是 不过这个壁炉应该是单纯是观赏性质的吧 我们设计这个壁炉 主要是可以点一些蜡烛在里面 让主卧室能够更增加一些情绪 一些氛围的营造 是 不过说到氛围的营造 你的弓好细喔 因为光阻那边过来的话 我才仔细看到它的 你这面板是有特别刻一个角度 让它呈现一些光影的变换吗 是 细节就是区分差异性的地方 我们这边是设计要点蜡烛 所以我们在里面的瓷砖上面 也会用一些贝壳珠光的瓷砖 来反射这个蜡烛的珠光 所以它的光影变换 随时会有不同的呈现就对了 主卧空间仍然环绕着优雅的美式气质 以对称的线板与灰色绷布 映衬主卧时舒适的床头氛围 曹麗玲设计师延续空间的主色调 藕灰色让主卧呈现沉稳质感 为了更符合国外的生活感 将变露元素融入主卧 冬天也可以暖化空间 夏天可以作为造景摆设 也增添主卧的浪漫氛围 整个主卧的感觉就有点像在国外度假的feel 你当初的设计的发想是什么 我们的颜色沿用客厅的灰色 带了一点藕色在里面 所以是一个藕灰色 让这个主卧室的空间比较温暖 这个主卧室因为你刚刚讲到 灰色加一些藕色 所以呈现的是更沉稳的一个感觉 没错 那壁纸的选用上呢 这个图腾符合了女巫主优雅柔和的感觉 而且这个藕色的色彩加进去之后 让整个空间氛围变得更沉稳一些 也符合一个主卧室睡眠的环境 对于微小细节特别注重的曹丽雅设计师 在了解屋主对生活品味的要求后 他是如何掌握诀窍 成就让屋主满意点头的舒适之宅呢 Rois 你不管在颜色的安排上面 或者是很多线条的一个配置上面 还有一个比例的拿捏 都恰到好处 让人很舒服 有没有什么多年来的诀窍 其实我觉得设计本身也是一种 艺术 艺术本身它没有一定的规则 每个人对美感的感受不同 他没有一定的逻辑与诀窍 都是凭自己对这个空间的想象 根据自己的经验 对美感的诠释去做拿捏 那屋主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 他有持续跟你开会 那他也会到工地来做监工吗 是的 他有空就会过来看一下 那每次看了工地之后 他有跟你分享些什么吗 没有耶 他就是微笑点头离开 微笑点头离开 我相信一定是很满意啦 因为一开始他找你 就是因为他觉得 你另外一个案子的屋主 可以完全地信任你 那这一次他自己施作过程当中 微笑点头离开 我相信也是另外一种肯定的一个方式 虽然花不太多 而且今天能够让我们 整个团队进来做拍摄 我相信也是 因为他很想把这个性价的行为 跟大家做分享 也是另外一种肯定 每个房子都有他独有的魅力所在 设计师从屋主的外在品味 变伸至空间设计 从偶会色调打开了工领域的柔和表情 进入客厅 巧妙地运用于空间色度相近的食材 来平衡空间气息 电视端景向外突出的立体设计 更显客厅大气感受 非常讲究细节及功法的设计师 在严格把关下 从设计到施作 无论是线板的勾勒 或是任何一个接缝处 不不坚持要求完美 善于整体搭配的超粒粒设计师 精准利用软件配置 展演出绅士高贵气息 在壁路温暖环绕下 满载全家人浓浓的生活情感 在格局微调后 规划了专属娱乐空间 使用的收纳机能及自动升降桌 创造出更多元的使用效益 朗道两侧的儿子房 则以不同色彩及风格计划 来表现使用者对生活的期待 设计师希望延续沉稳的氛围 将自己舒适的感受 溢入主卧空间 美食线板与古典壁纸的交织下 刻画出舒适的顺眼场域 坚持完美的乔丽林设计师 把每个空间作品都当作自己的家在设计 这份对设计的热爱 以及屋主托付的使命 让他成就出细腻并值得品味的生活好宅 想看更多超丽林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请不吝点赞